- 黑鞋原來的物質 帶領你的消息片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今天的節目 我是瓦岸祥和二 之前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老師是不是一直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台股即將止跌 之前上個禮拜很多人都在很悲觀 很多老師也很悲觀 但是老師提前告訴你 還告訴你原因 我們從圖上都有講解給大家聽 所以基本上老師告訴大家 老師是領先市場 也領先其他人的 那你看到今天台灣股市開始翻漲 尤其台積電漲得最兇猛 昨天漲今天就繼續漲 台子 台子期包括加權指數 都開始往上做一個突破 準備要來挑戰關鍵的位置 等一下我們會來聊 那鴻海的部分呢 今天還是比較落後 但是老師其實昨天就跟你預告會比較慢 然後會盤整一陣子 盤整之後呢 他還是會不漲 所以大家 不用說 這個鴻海萬一不漲 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 好不好 那另外的網通族群 開始資金進入了 包括昨天 還有在之前 從11月中開始分享 包括省準利基 那現在慢慢開始 其他的網通的股 也開始動起來 我們等一下會來看 那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呢 我們會幫大家整理一些重點 這個是我們節目 未來會 都會每一天都會幫大家做一些這個重點整理 今天有一些強勢股 我們把它拿出來看 這幾檔是我 另外還挑出來的 那其他很多股票都漲 但是這幾檔特別的有意思 老師特別篩選過的 來做個點評 第一個是6732加深電子 今天漲停板 那基本上呢 它是什麼 IC的設計股 然後是右下角的 準備要來突破盤整區了 再來呢6426筒星 筒星今年漲停板 光通訊 其他光通訊很多都漲很高了 那這個筒星呢 基本上現在開始漲 準備要來挑戰去年的高點的位置 再來呢6546正基 正基今天漲勢也不錯 漲了8.6%左右 它是網通股 它也是網通股 價位比較高一點在150塊 那有些朋友 可能要買便宜一點的 我們就慢慢再幫大家找出來 然後這個基本上是什麼呢 現在來挑戰9月份的高點 之前有漲過 後來有跌一下跌跌很多 但是呢資金又重新進來了 但是有一個小幅度的獲利空間 讓你可以考慮去做進場 再來呢6470余智 今天漲4.09% 也是網通股 你就看到網通股很多資金開始進來了 開始突破盤整區域了 準備開始往上做個挑戰 再來呢4906正文 這個等一下我們節目晚一點講 這個會帶大家看圖 所以有告訴大家其實很多股票 最近陸續都在轉強 那也不是之前 大家一直跟你講的一些 包括像設備股 包括像這個 矽光子 很多都已經炒完了 包括什麼機器人 很多都炒完了 好不好那需要休息 那資金就是會這樣轉來轉去 現在 轉到什麼 轉到很久沒有漲的網通股 那網通股基本上也在右下角 好不好 那老師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頻道會持續帶大家做一個學習 你如果還沒訂閱朋友 趕快訂閱起來 訂閱真的非常可惜 我們節目每天都很精彩 那我們頻道叫做K線原來如此 如果要訂閱朋友 不要訂閱錯了 因為其他會有分流的地方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你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做留言 你有什麼個股的問題 那老師 也會像這個 今天開頭這個 幫你整理一張 表格 然後 我們在節目後面會來講 好不好 那最後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節目會開始增加一些新的環節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來看一下這個川普幣漲股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川普下個月就要就職了 好不好 下個月就要就職了 那這一檔個股 很便宜 小支出可以操作 那如果你沒有 沒有跟上的話 真的非常可惜 因為這是政策股之一 所以他即將開始要往上做一個上漲了 那今天其實慢慢也有在動 也開始有些跡象了 那我要告訴大家 最近一些這個經濟數據公佈之後的這檔 還會持續在上工 還會持續漲 好不好 那就是等待時間 開始會慢慢的開始動起來 這一檔 全市場只有我做 全市場沒有人知道 好不好 所以老師跟大家講 如果你想參與 其他老師跟不到 你只能跟我做 而且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必漲股 因為他跟川普的政策有關 其他老師講一堆東西 他有沒有敢跟你說必漲 我相信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把握機會 好那再來呢 國泰美在20年 最近很多人喜歡來跟風 那有些人之前買在糕點現在跟你說大賺 都覺得很可笑 那我們7月份就跟你分享了對不對 歷息都要零兩次了 對不對 那基本上 基本上怎麼樣呢 就是 現在川普要來就任 其他人都講不出原因 跟你講聯準會在降息什麼 我跟你講都放屁了 聯準會根本就不想降息 你看包我嘴巴還這麼硬 主要是川普要就職了 川普要就職 我在講川普要就職了 川普政策之一叫低利息 而且現在國會是全面執政 所以聯準會這些人 包括不只包而已 其他官員 不敢造次 不然全部滾蛋 這邊直接跟你講 其他人都講不出理由 跟你講聯準會要降息 實際上對美國政策 內部認知實在太少太低了 早是講得最清楚 直接講給你聽 那之前漲上去 回漲回下來就是給大家機會 持續加碼 做一個佈局動作 那我就跟大家講 我們利息都零兩次 絕對不會在上面帶大家 高點去追高 把它當作什麼 要賺這個價差 這是債券股 跟大家講的是避險性資產 所以不要這樣操作 不要這樣操作 當然我們要賺價差 利息股債 債息我們也要賺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這只是 我們在投資部分 部位做一個操作 我們不會特別拿出來講 就跟大家講 基本上這個 很多人現在開始操我們 開始講美在 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 看一堆老師跟著老師 才可以講 7月份誰告訴你美在 沒有人 對不對 老師跟你講 所以 這個 避險該做的時候 還是要做一做 我們來看這個K線的部分 原K線口訣 周線看大師 日線看幅度 小吃倒塵 亨分金屬 周線看大師 老師一直強調 請你取代均線 請你取代季線 請你取代年線 請你取代其他什麼什麼線 一大堆的線 都沒有用 你看周K線就好了 你要看趨勢的話 如果你只是想看趨勢的話 對不對 那其實 我相信很多朋友 看這個 均線也是畫了一大堆 變蜘蛛網一樣 你也看不太清楚 你也看不懂 那個都沒有意義 而且那個告訴大家 包括路透社 美聯社其他所有的地方 美國的外媒 這些媒體 沒有人在寫均線 告訴你 今天什麼季線反壓 季線有支撐 沒有一家國外媒體 在寫這個東西 只有台灣的媒體 台灣很多老師 分析師 跟著抄 跟著新聞媒體抄 跟台灣的新聞媒體一起在抄 就整天寫這些東西 我告訴大家這些東西就沒有用 好不好 所以你請你不要再用了 那看K線 還是比較細節比較多 看得比較清楚 你比較能夠認知的清楚 好不好 那 課程的部分 我們在日線看幅度之前都有講過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 Line後台詢問課程的部分 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市場 市場只有我告訴大家 我們看一下日線圖的部分 市場只有我告訴大家 在前兩個禮拜告訴大家 A下跌 跌幾天 跌10天 B下跌跌幾天 跌了16天 所以要開始反彈 已經要跌不下去了 市場上只有我最早講 告訴大家賣 就算外資再賣也賣不動 對不對 後來你就看到 連續幾天 昨天發大反彈 今天再大反彈 今天再一個大跳空 對不對 今天這關鍵位置 1050都已經漲上去了 直接突破 雖然說再漲上去有些壓回 沒有辦法 因為1100這個地方 1090 這個上面很多人在調節 有些散戶調節 有些外資 包括有些投信 他們可能也忍不住調節 但是問題是什麼 能夠這樣子每次 被壓下來又漲回去 每次壓下來又漲回去 告訴你根本就壓不動 越來越壓不動了 尤其這一次反彈非常的強勢 連續兩天跳空 所以接下來有可能再創新高 我們就往下看下去 再看紅海部分 先看一下這個 輝打GP300 明年年終要問世了 那以GP200這個量產值差半點 今天有人來跟老師講 GP200有看到新聞說又延後延到三月份 那我告訴大家延到三月份乾脆不要出了 GP300年終就要賣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有些訊息丟出來 看看就好了 不要去太相信他 那我跟大家講 包括外國媒體有 之前有講一家 叫The Information 每次都一直在丟利空消息出來 包括蘋果也是丟利空消息出來 所以看一看就好 很多時候是外資 投資機構利用媒體去放空 去放恶意的消息出來 想要做一個放空的動作 那我跟大家講這邊講 GP3002025年就開始問世了 Ultra新的架構 然後單卡1.5倍的性能提升 而且是可以怎麼樣 記憶體模組 還可以讓你什麼 GPU 可以另外插 另外加 這個插槽另外去插 還有什麼超級電流BPU 最近很多人在講 所以 基本上還是有做升級動作 所以新的 到明年的時候可能又會佈局新的 GP300的部分 但是誰做 還不是鴻海做 所以你要擔心什麼 我們來看鴻海 鴻海部分 昨天跟大家講說 開始可能要盤整一下子 那你看今天 就有點跳空往上 後來又壓 又持續在平凡附近做震盪 所以 基本上 包括伺服器廠商 可能都會需要稍微整理一下 包括其實在台積電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會先漲 有點像什麼 8月份跌下來之後 台積電是先漲 漲完了之後才換鴻海 現在這個狀況有點像 下面鴻海 其實你看8月份的地方 跌下來 尤其到160塊 這個地方 其實整個下面8月9月 超多人在買 所以下面支撐 超級強 現在要往下跌很困難 很困難 尤其這題材 包括AI這個 還都在走 對不對 出貨這個月才要出貨 月底才要出貨 還沒出貨 今天才 今天才幾號而已 才剛剛12月 所以 跟大家講 不用著急 好不好 那現在跌下來反而你想買 可以再買 就是這樣子 沒有這麼差 沒有這麼糟糕 好不好 包括昨天這個美超維 直接大漲快30% 29%左右 所以整個走勢還是非常強 好不好 大家都持續往下看 我們再來看省準的部分 省準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月中 上個月中開始跟大家分享 今天 往上攻 但是其實已經挑戰到什麼呢 挑戰到這個 之前的壓力的位置 然後年數壓力位置 所以 現在開始會有些解套賣壓出現震盪 蠻合理的 之前前幾天 節目上我都跟大家預告了 那不是說他漲完了就不漲了 那網通族群其實都在右下角剛開始翻漲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看周線對不對 我們今天不講周線 沒有時間 漲上來之後 會遇到解套賣壓之前都講過 所以開始會出現震盪 那不是說他已經漲完了 好不好他可能也會壓回來一點點 然後呢 就繼續震盪 然後又繼續往上 那這個開始 網通族群之前 資金都在其他地方 現在開始回溜到網通族群 所以 大家可以把握機會了 那網通族群另外一檔叫震文 今天拿出來跟大家講 有些說 網通族群都這麼貴 那震文比較便宜 給大家參考 他愛麗信捷克 有接到5G的訂單 然後呢 今天要開始突破盤整區 突破盤整區域之後有壓回出現上影線 為什麼 因為上面有很大的壓力 大家看一下7月份 8月份9月份突上顯示很清楚 上面有很大一個區塊 對不對 那上面都是壓力 好不好 所以 這個地方還會持續做整理 那如果你想買呢 在這個附近 其實下面 盤整區 這個地方其實都能考慮做進場 基本上 老師這邊也給大家放鬆 有些朋友覺得 這個到底怎麼樣 那基本上這算什麼 網通也很久沒漲 震文也很久沒漲 好不好 大家看看這個其實 整個網通族群在明年 大家預估其實都會轉好的 所以現在資金 像很多地方資金都沒有地方去 之前去什麼 BBU 機器人 很多都炒一波了 現在要再 再重新回去 比較困難 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網通族群還有包括什麼 電動車族群我之前也講過 都是前面沒有漲的 未來都還有機會能夠 持續的往上做一個發展 好不好 那我們就持續往下做一個最重要 那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明天這個 還是有小飛農 然後 禮拜四的凌晨 報我要來演講 那到底會講些什麼我們不知道 到時候再來追蹤 那禮拜五的時候飛農就會數據 一個月一次 基本上這個禮拜波動會比較大 我們就持續往下看 最後看一下家權的部分 今天有沒有直接站上去 23172 這關鍵位置 比較可惜一點沒有站 沒有站上去 但是也意識到了 今天上一線說沒有說很長 而且今天是直接跳空大漲 對不對 那大家看一下其實我這邊跟大家講外資已經轉賣為買了 然後12月份 這些包括投資機構要來 記理做帳 要來做年度的帳 所以接下來12月份 行情不會太差 好不好 那我認為台股其實 包括台積電可能明天也有機會再繼續往上做挑戰 然後就有機會 帶動整個 加權的部分開始往上做突破 好不好 那我們就持續做一個期待 那其實很多股票 慢慢好轉當中 大家不用說很悲觀 還是老話一句把握機會 那現在基本上 到明年川普上任之後股市才會漲 好你不要放棄這樣的機會 萬一股市真的進入到熊市 那真的非常可惜 好不好 那也歡迎大家趕快跟上我們腳步一起來操作 那就歡迎到LINE的後台來做一個詢問 好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問 歡迎在下面做留言 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跡象 不保證未來的獲利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選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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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